小时候的胖不是胖 这个观念可能要修正了 根据医学的研究发现 儿童肥胖会增加成年肥胖的几率 而相对的各种的肥胖引起的病症 发生率也会提高 而医师呼吁 不要让幼儿吃高油高糖的食物 并增加儿童的运动时间与睡眠时间 才能让他成长成健康的大人 医学证实肥胖是造成多种慢性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医界也发现肥胖如果从小开始 将会一辈子影响到人体的健康状况 因此小时候胖不是胖 这句话应该要修正了 不要太胖 因为小的时候很胖的话 如果是因为你的照样造成他胖的话 然后他大了之后很难改变的 真的很难改变 所以小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他胖了 你先问自己说 我是不是让他有这个趋势 比如说刚才他都不饿还给他吃 不饿还给他吃 那这样子很容易over的 这是超过的 另外就是吃的东西很重要 高盐高糖高油一直给他吃 为什么不胖 当然会胖啊 对啊 所以为什么一直常调说 寒糖饮料不会吃那么多 会派开水就可以了 然后给他做一点运动 鼓励他做运动 不许他整天想说 躺在那边睡觉好了 就不用花时间照顾他 错误 他时间到应该给他做运动 当然睡眠也很重要 就算你的遗传没有胖的 可是因为你的饮食 摆脱不了的时候 你只会越多越多 好像那个脂肪一样 越多越多 到时候你怎么消化他 做那种减肥 那么除脂 等等 当时你习惯不改的时候 他会觉得就对了 由于现在普遍经济条件提升 饮食习惯西化 加上现在孩童户外运动机会少 因此儿童肥胖比例越来越高 医师呼吁家长要特别重视 通常医生会先看 你本身有没有背后有原因 先看 如果没有 就看遗传性的关系 比如说爸爸妈妈真的那么胖吗 如果爸爸妈妈 没那么胖 你那么胖 其实就是环境的问题了 那如果是爸爸妈妈的话 那我们只能 正如我刚才讲的 只能让他 尽量维持一个好一点的生活条件 但是要不要用药 就看你没有并发症 并发症出来的表示说 不是只要胖 其实你影响身体 这个时候 医生就会考虑说 怎么做都不行 但是并发症出来 只要用药 用药可以改善到一个 可以接受的程度 就不要手术 如果改善不了 甚至刚讲的 越来越糟糕 那就手术就要考虑什么 因为到最后 已经很严重了 你不用手术 真的没关系 但手术只能当下减肥 可是 手术完要不要再回来 走看你的生活形态 很重要 医师强调排除遗传基因的问题 饮食 运动和睡眠 是造成肥胖的三大因素 提醒所有民众都应该特别注意 借助会幻视报道